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一分钟精神解码 今集要讲的是疑病症 患了疑病症的病人 他们常常觉得自己身体上患了某种疾病 所以周围找医生看 他有一点不舒服 如果胃有点不舒服 头有点不舒服 但医生和他做了很多检查 发觉是完全正常的 但他们都不相信 所以周围找医生看 所以拿着医生的报告 和检验报告是很大的 这个问题的背景 通常都是有焦虑 心理上的情绪的问题 或者是抑郁的问题出现 那怎样和这个炸病分别呢 有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将这两样混淆 炸病的病人是有动机的 而且他知道自己是炸病的 而疑病症的病人 在潜意识里面出了一个问题 是相当不同的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我们 订阅我们的channel 下次见